千万不要在厨房做这五件事 不然后悔都来不及 尤其是最后一件 第一个就是不要在燃气灶旁边倒面粉 粉尘在悬浮的空气中达到一定的浓度 遇到明火就会爆炸 第二个不要用高压锅煮稀饭或者是豆类 排气阀容易被堵住造成高压锅爆炸 第三个就是冷冻的食品不能直接进油锅 食物外层的冰会变成水蒸汽 让油锅爆炸 第四个就是油锅起火时千万不能用水扑就 水遇到热油锅就会形成爆炸 使油火到处飞溅非常的危险 最后一个也就是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 那就是特别喜欢用那种木头做的菜板 而且还用了很长时间都不换 木头菜板用久之后会滋生一种细菌黄曲霉菌 它是被国际公认的致癌物质 比如像肝癌这样的肿瘤就是由它导致的 那么要怎样去避免菜板生霉呢 教你一个方法 就是用这个高分子纤维菜板 它确实很好用 用完直接立起来不生霉 方便收纳 而且不占地方 再也不用担心家里的菜板发霉影响健康了 就在视频的左下角